我們在前三個課程的部分 基本上是屬於我們目前 這本恐龍版的前兩張 目前這比較新版的這個作業系統的書來說 有一些單元我會覺得他擦得太靈散 太瑣碎 所以說我是把它做一個彙整 來告訴各位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在課程一的部分 大概會跟各位提哪些東西 首先我們會先來提一下 OS它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它要來幹什麼用 OK 好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第二個 我們從OS的目的可以衍生出 兩個相關的名詞 一個叫做貝恩Machine 一個叫做Extended Machine 貝恩Machine叫做所謂的裸機 Extended Machine叫做所謂的延伸機器 然後接下來另外兩個名詞 叫做所謂的Buffling跟Spring 那這Buffling跟Spring的話 基本上它主要的目的是 盡量縮減CPU idle的時間 至於它是什麼縮減CPU idle的時間 我們後面會來談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來談一下 在我們整個系統裡面 可能會執行的工作有哪兩大類型 那這兩個類型的工作的話 一個要做所謂的Io-bound Job 一個叫做CPU-bound Job 我們後面會跟各位談一下 什麼叫Io-bound Job 什麼叫CPU-bound Job 然後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這兩類的工作要怎麼去做調和 才會讓我們的那個系統的運作會比較smoothly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來談一下系統的類型有哪一些 那比較近期的那個系統來說的話 它可以分成這七大類的系統 一個有所謂的Multiprogramming System 一個有所謂的Time Sharing System 然後再是所謂的Distributed System 還有所謂的Multiprocessor System 還有Realtime System Clusting System 以及所謂的Handheld System 這些系統的話呢 基本上它所使用到的 作業系統的能力都不太相同 所以說我們在這邊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七大類系統的形態是什麼東西 我們會跟各位做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然後最後會談一下整個Computation的環境為何 這邊只是一些小小的一些名詞 我們來做一個介紹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先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基本上來講 作業系統這門課的話呢 我不太希望各位去死背它 因為作業系統是由人設計的 所以說有關於作業系統 他們所會面對到的問題以及解決方式 基本上跟人的思考是很接近的 所以說呢 當你們今天每一章啊 學習完之後 記得回過頭去看一下 我們這些每一個章節的這種重點架構 看你們純粹從這個重點架構 能不能夠幫各位回想說 你在這個單元裡面曾經學到了哪些東西 而且這裡面的每一些技術 你們有沒有辦法去理解它 技術不要去背 不要去硬背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 OS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在看作業系統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是用不同的觀點去來看它 我們這個時候呢 通常是採用兩個觀點 一個是使用者的觀點 一個是系統的觀點 來看OS到底是什麼東西 來 那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畫一個圖給各位 可能會比較好說明一點 假設現在這邊是我們的OS 是我們的注意系統 那我們今天用使用者的觀點跟系統的觀點 來去探討OS是什麼東西 那這時候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是我們的使用者 我們的user 好 好 那這邊的話呢 那這邊的話呢 是我們的電腦系統 好 我們的電腦系統 那這電腦系統的話呢 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叫做Bear Machine 講穿的他就是裸機 那個電腦運體 Bear Machine OK Bear Machine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透過使用者的觀點 以及系統運體的觀點來看 作業系統到底是什麼 好 那我們先從使用者的觀點來看 使用者的觀點的話呢 我們來看 基本上我們的注意系統 它是作為電腦使用者 與電腦運體之間的一個介面 使得使用者易於使用電腦運體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你們看一下 今天各位好 你們在座你們是使用者 你們使用者 你們會使用電腦的話呢 通常是做什麼事情 最常使用的大概就是 可能你會把你的一些檔案 或者說呢 你可能去download到的一些圖片也好 影片也好 你會想要把它存放到硬碟當中 你會想要把它存放到硬碟當中 甚至於說呢 我們的使用者 他會想要去從我們的DM去裡面 去把一些想要的資料 去把它做一個調出的動作 去把它做調閱出來 調出的動作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使用者 要去透過我們的電腦運體 去進行一些相對應的處理工作 問題是呢 現在我們的使用者 他有辦法直接把他的手 把它輸入到硬碟當中嗎 不行 那基本上呢 使用者也沒辦法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所存入到電腦系統 BMC裡面的所有資料 都是屬於二進制的資料 使用者也看不懂啦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靠OS 做意系統這個東西 來當成是一個中介 這個中介的話呢 它會把存放在BMC裡面 所有的這些資料把它轉換成 使用者看得懂的形式 那當然以現今的追憲來說 我們就是把這些 在電腦系統裡面的所有東西 把它轉換成ICOM 轉換成圖示 所以說你們看到 今天我們使用者 想要從事資料的存放跟取出的時候呢 你們最常做的動作是什麼 是必是去找所謂的檔案總管 對不對 去找檔案總管的圖示 對這個檔案總管去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呢 這時候入境就開始開出來 就看你所需要這個檔案 到底是存放在什麼地方 你就把那個檔案給撈出來 進一步去做處理 所以說呢 OS這個東西 剛好就是卡在我們的電腦硬體 以及使用者之間 他們的一個 算是一個溝通的一個介面 分散溝通的橋樑 讓我們的使用者 容易使用後端的電腦硬體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好這樣看就OK啦 好那除此之外呢 基本上我們的追憶系統 它是提供一個 讓因斯普根易於執行的一個環境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後端的這些 電腦硬體來說 不是只有使用者會去使用到它 像我們使用者可能會自己去開發一些應用程式 或者是說呢 他去網路上啊 去 download 下來安裝的一些套裝軟體 基本上呢 這些軟體就是屬於 user program 使用者寫出來的一個程式 而你使用者寫出來的這些程式 他在運作的過程當中 也會使用到我們後端的硬體系統 比如說呢 像你們啊 可能要看一些圖片的時候 你可能會安裝一些圖片的瀏覽軟體 換言之說呢 你要看影片的時候呢 可能會去安裝算 Windows Media Pro 基本上都是 讓你們可以去看所有的影音檔這種軟體 但是呢這些應用程式來說 大家今天想要去執行一部影片的時候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他是不是要把我們存放在電腦硬碟當中的一些影片 去把它給掉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在螢幕上 我們的電腦硬體 螢幕上去堆放給你看 所以說呢 這些應用程式 user program來講 他也會去使用到我們的電腦硬體 也就是我們後端bear machine的一些硬體裝置 那同樣的 我們這些 user program來講 他也沒辦法直接把它的模展去深入到 我們後端的bear machine直接去做控制 不行 他也必須要透過OS作業系統去做中介 也就是說呢 當他今天有對後端硬體一些使用上需求時 這些user program 他也是發訊號 通知OS說 我現在去做開檔的動作 請你幫我去做執行 所以說呢 我們的做一切來講 他也可以提供一個讓user program 易於執行的一個環境 好 那從這兩個使用者觀點 你就應該知道一些事情 什麼事情呢 作業系統他的服務對象有兩個 哪兩個呢 基本上一個是user 就是人 那另外一個就是user program 這是我們作業系統服務的對象 主要會有這兩類 主要會有這兩類 好 那這邊是我們用使用者觀點來去看 OS是什麼東西 他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接過來 我們用電腦運體 或我們講 用系統的觀點來看一下OS是什麼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系統的觀點來講 專線他是一個資源分配者的一個角色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剛剛講這邊的所有的bm machine 這些電腦運體來說 這些電腦運體它都是屬於resource 都是屬於資源 為什麼呢 像各位啊 你們自己本身都有PC或是nodebook對不對 好 那你想想看 那這些PCnodebook裡面 是不是會有所謂的CPU 還有上面那裡 那這些東西的話 都是當你今天要執行程式的時候 它會使用到的硬體資源 甚至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像印表機等等的這些 都是屬於硬體資源 好 那你想想看 你的這些硬體資源 比如說什麼CPU啊 memory啊 甚至一些IO device來講 它都是有線的 比如說像你們GAL系統裡面 CPU只有一顆 那memory來講的話呢 以現在來講的話 大概你們的memory 都是2G以上啊 有些人比較有錢的 比如說3G 4G 5G都有可能 好 那還有就像你們的IO device 比如說印表機來講 通常來講 你們一個人 你都就是家裡一部印表機 有錢一點的可能兩部到三部 再怎麼樣 它都是有線資源 可是你想想看喔 在你電腦系統裡面 可能同時會有一大堆的process 同時會有一大堆的程式 要去做執行 老實真的嗎 在我電腦系統裡面 真的同時有一大堆的程式在執行嗎 還真的有喔 你想想看喔 現在各位 你們現在所開機的這部PC裡面 可能同時它背後會有 訪問一下題材面掃描 然後當你們今天可能在做作業的時候啊 那你們在一邊打作業 開著一個office 握著來這邊打作業 那一邊打作業 可能會覺得耳朵很無聊 那這個時候呢就會去播放一些音樂 所以說呢 那音樂還不過癮 反正你們兩個眼球嘛 對不對 一個眼球負責打報告 一個眼球負責看影片 那這時候可能會把那個windows media 普遍打開 所以說你想想看喔 你在做打報告工作時 你背後會有一大堆的程式在做運行 可是呢 每一支程式 他都去搶奪我們電腦硬體資源 來去進行他們的工作 所以說呢 這麼多的這種軟體在執行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資源不夠用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有衝突產生 一定會有衝突產生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追效 他就要扮演資源分配者的一個角色 來去解決資源使用上的一個衝突 那我們這邊講的資源來講 大部分的時間指的是硬體的這種資源 好硬體資源的一個衝突 你要怎麼去解決它 基本這就是OS要去處理一個議題 好 所以說呢 OS他是扮演資源分配者的一個角色 來去解決資源使用上的一個衝突 讓我們的硬體資源能夠公平且有效的被利用 好公平且有效的被利用 不要忘記你的電腦系統裡面 同時會有一大堆的鐵本 在同時做執行 而每個執行當中的鐵本 他都有權去搶奪有限的電腦硬體資源 而這些硬體資源的搶奪大戰來說 就不需要靠OS 靠我們的就業系統 來去做一個資源分配的一個角色 所以說底下就跟各位講 Hardware和硬體資源有這一些 當然還有一些軟體資源 比如說有一些share file 有一些共產檔案 有一些共產檔案 他有可能會面對到被搶奪這種情況 那這也是靠我們的作業系統 來去進行分配 好 所以說呢 以系統的觀點來說 以電腦硬體的觀點來說 我們的作業系統 它是屬於資源分配者的一個角色 好 那除此之外 以系統的觀點來說 我們的追証 同時也扮演著監控者的角色 監控USER迫滾的事情 老師啊 為什麼要對USER迫滾進行監控呢 不要忘記啊 USER迫滾是人寫出來的 這些人寫出來的東西 再怎麼樣都可能會有BUG 那這些BUG的話呢 有可能小則啊 讓你在程式執行到一半的時候 BUN掉嚴重的話呢 有可能會讓你整個系統 產生不預期的這種損害 所以說呢 當你今天USER迫滾在進行的過程當中 要一直要進行監控 以防止你這USER迫滾 有一些不正常的運作 造成對整個系統的危害 那我們這邊所提到的不正常運作 除了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可能在寫程式的時候 有一些不預期的這種BUG 我們在開發之初沒有debug出來之外 可能還有一些惡意的程式 可能也有一些惡意的程式 它所造成這種不正常的運作 我們也要提防 也要提防 好 所以說呢 以系統觀點來講 我們的做意系統 它是一個資源分配者的角色 也是屬於監控者的角色 它是扮演這兩個角色 這樣OK吧 這是對做意系統一個 它的目的的一個簡單介紹 所以說呢 OS的目的來說 基本上就有這四點 就有這四點 而這四點的話呢 我們是用使用者觀點 以及電腦系統的觀點 來去分析它 好來去分析它 好 來我們繼續往下來看 前面的目的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上呢 OS的目標的話呢 它是讓電腦系統在使用上很方便 也就是說它能夠創造使用者的便利 這是從User的角度來看 如果說我們今天從系統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OS的目標是什麼呢 它是希望能夠提高電腦系統的效率 所以說基本上它是從System的角度來看 它是從System的角度來看 OK 所以說基本上 以我們課程上來講 它也是跟你講這些 但是它並沒有幫你做一個很好的匯證 所以說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是幫你們做一個導演 告訴各位說 當你今天要了解OS的目的時 你最好是從兩個角度來看 因為兩個角度的需求不同 那因為目的不同 所以說他們相對來講 OS發展的目標 就會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OK 這是OS的目的跟目標 好的時候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早期來說 OS通常說是只有 機器而已 硬體而已 所以說他們是屬於所謂的貝爾馬遜 裸機 可是有人發覺到裸機不好用啊 這時候怎麼辦 好嘛 我就在這個貝爾馬遜之上 我架很多個軟體 讓這個機器能夠好用 那這樣子架構的話呢 叫做所謂的 Extended Machine 好的 我們正式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貝爾馬遜 什麼叫做Extended Machine 我們來看一下 貝爾馬遜指的是說 它是由硬體元件所組成 沒有任何附加的系統軟體 也就是說你整台電腦 沒有灌任何的軟體在裡面 也就是說你電腦拼完之後 什麼都不灌 這個就叫做裸機 懂了嗎 OK 那裸機好不好用 不好用 為什麼不好用呢 當這個電腦拼好之後 這時候我跟妳講說 好 妳去幫我執行 那個硬碟輸出的工作 可是上面沒有什麼 OS什麼都沒有 那這時候怎麼辦 其實妳還是可以做 怎麼做呢 自己寫機器碼 你自己去寫機器碼 說 你要到硬碟的 哪一個磁櫃的 哪一個磁具 上面去做開檔的動作 然後用什麼樣的機器碼 去把這個檔給讀出來 你自己想辦法去寫 OK 不是不能用 只是非常不好用 所以說 這種bear machine 對於使用者 使用來說 非常不方便 因為妳要自己寫 machine code 因為妳要自己寫 machine code 這個時候 有人對於這種bear machine 之上 我在架構很多軟體在上面 比如說我可能加一個OS 在上面 OS覺得還不夠好 再加一些系統程式 系統程式如果還不夠 我再加一些application的軟體 基本上就是想辦法 讓這個bear machine 能夠好使用 所以說這個時候的話 基本上這種層層 疊代的架構 就叫做所謂的extended machine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 extended machine的這種定義 在bear machine之上 加上系統軟體 構成extended machine 那在系統軟體的話 比如說像作業系統 或是像你們compiler linkin robot 或是說像一些應用軟體 比如說你們的資料庫管理軟體 等等的 都能夠方便你們去使用這些bear machine 那基本上你們所架構出來的 這樣子系統層次 就稱之為所謂的extended machine 延伸機器 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這時候我們今天 用圖解的方式來看 你們就可以比較清楚一點 基本上來講 但你今天只有hardware的時候 這些hardware 比如說 你只有CPU 你只有memory 你只有其他的hardware device 等等等等等等 這些硬體裝置 但是你沒有架構任何的軟體 在上面的話 基本上這種機器 就是要所謂的bear machine 這沒有固定 對不對 他的bear machine太難用了 那怎麼辦 好嗎 這個時候我給他一層OS 好不好 把OS加進去 讓使用者可以好用 好他使用者可以好用 如果說你今天覺得加OS還不夠 好嗎 你再加一些系統軟體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的 compiler Linkin loader 隨便你加 好加上去 如果你再覺得不好用 那再加嘛 對不對 你要再加什麼呢 比如說相關的應用軟體 對不對 你再加應用軟體上去 你認真加上去都沒關係 所以說 基本上來講 你這種層次架構 基本上都是屬於 extending machine的範疇 這樣子沒有問題吧 可以齁 好 那這個時候只是要跟各位 再討論一件事情 討論什麼事情呢 那你今天知道 我的extending machine 為的是讓 user或是user program好執行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該怎麼去使用 以下這些hardware 怎麼透過OS去使用這些hardware 這時候 基本上還是要回過頭去看一下 我們的OS 服務的對象有誰 我們OS的服務對象是不是有兩個 之前講過嘛 對不對 一個是user 一個是user program 有沒有 嚴重這樣講下來齁 就照我剛剛跟各位講過的齁 user 使用這些硬體的時候 他通常說 只會給命令嘛 對不對 比如說像 今天user他想要對這個硬碟 去做formator的動作 好 那這時候我就有comment 告訴OS說 欸我現在要做formator 請你幫我去做 OK 好 那這時候呢 當你今天這個命令下正確之後呢 你的硬體就會有相對的反應出來 那今天比如說你formator formator完之後呢 基本上 硬體也會發送一個訊息 跟OS講說 欸formator的動作做完了 那請你通知user說 formator的工作結束 OK 它是一個反應的動作 好 那現在只是說 OS裡面哪一塊東西 負責接收user的命令 在OS裡面其實有一塊東西 負責處理user所下的命令 這個東西叫做所謂的 命令質疑器 這個命令質疑器的話 就是專門接收user所下達的命令 可以嗎 好 這命令下達給OS 那個command interpolate之後 這command interpolate就會把這個命令給解憶出來 變成相對應的執行碼 它這個執行碼 基本上就可以控制 我們硬體相對應的操作 來 反正這個層次的架構 在後面也會再跟各位再次提到 你們可以不斷地去重複去學它 來 對不對 那我問一件事 User除了可以對系統直接下命令以外 User還可以用什麼樣的形式去使用我們的硬體 User這個時候我可以去執行一個User Program 那這個User Program去在電腦上面做執行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比如說你們想聽歌 你們不太可能就是直接叫電腦系統說 來你唱歌給我聽 不可能 對不對 你一定是去run個User Program 比如說像Windows Media Pro 2 或者是你們的WIN AMP 這些等等的軟體去幫你們去做播放歌曲的動作 所以這時候的話 User它有可能去執行某一個User Program 啟動某一個Program來去做一些相對應的工作執行 比如說它播歌給我聽 對不對 這個User Program它是屬於Windows Media Pro 2 它要去放歌給User聽 那這個是我問一件事 這個Windows Media Pro 2 會不會使用到硬體設備 會啊 你喇叭是什麼 硬體啊 沒有喇叭是不是 裝耳機也是啊 耳機也是硬體 好不好 OK 同樣的 你這些歌詞放在什麼地方 硬碟嘛 硬碟它也是一個硬體裝置啊 對不對 當你今天這個User Program 要去使用到你底層的硬體的時候 你OS要用什麼樣的一個機制 去承接User Program 所下達的這些需求 叫做所謂的System Call 基本上來講 User Program 它會透過一些的系統呼叫 System Call 來透過OS 對硬體去下達相對應的操作 這樣可以嗎 基本上User Program 它想要去執行一些相關的硬體操作的話呢 它會去發送很多的System Call 然後這些System Call 基本上來講 會由OS來做接收 那OS會去解析去辨識說 這些System Call 是要求什麼樣的服務 然後這個是OS就會去做 去硬體層這邊去做一些相對應的工作 這個操作會了嗎 User跟User Program 怎麼去使用OS 基本上有兩個東西卡在那邊 卡在OS裡面 幫User跟User Program 去執行一些相對應的操作 所以說呢 在這邊來講 我們就知道一個事情 命令植疫器跟系統呼叫 它是幫助User 或User Program 跟Hardware 去做一些相對應的操作 所以說呢 命令植疫器跟系統呼叫 這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叫做所謂的OS的介面 叫做OS的介面 這個介面的話呢 它是幫助User或User Program 跟OS來做溝通之用 而且這個東西 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一次 所以說這邊只是幫各位先提到一下 會不會太複雜 所以說呢 基本上這Extending Machine的話呢 它是從硬體層上 一直加上一些方便使用者使用的軟體 這些層次架構 就會構成所謂的Extending Machine 這樣子沒有問題啦 好 所以說呢 在你們的課本上 在你們的孔雯一版的書上 的第一 我看 在你們這本課本上面的第四頁 就給你們這張圖 其實這張圖 最主要就是要交代我們前面 所跟各位提到 那種Bellin Machine 跟Extending Machine的概念 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來講 Bellin Machine的話呢 就是屬於這個 Computer Hardware的部分 這個地方是屬於Bellin Machine的部分 純粹只有電腦硬體 可是只有電腦硬體 User不好用啊 那此為 好 那我在硬體上面 我加了很多相對應的軟體 比如說作業系統 或是相關的系統程式或應用程式 我一直加上去 然後加上去之後呢 我的User 或者說我們講User Program 對於這個硬體的使用 或是系統的使用 就變得方便多了 就方便多了 所以說 這地方就是我們Bellin Machine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Extending Machine 這沒有問題啦 可以齁 所以說這樣子講 應該是還可以理解吧 好我們就繼續往下講 台灣有關於作業系統的目的 以及台灣就是說 什麼叫做Bellin Machine 什麼叫Extending Machine之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來看一下 作業系統的眼鏡 我們在談這個歷史的話呢 這個作業系統的眼鏡的話呢 在本書的第23章第一節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我底下有講的東西 全部都在第23章的第一節 作業系統的眼鏡 它談作業系統的眼鏡的話呢 基本上是要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早期的系統 它會有一個問題產生 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OS才會被發展出來 那這時候我就要先來看一下 早期的系統到底是什麼 電腦的產生在早期 基本上它是屬於大型系統對不對 一個可能50坪大的房間 裡面塞滿那個大型主機 大型機櫃裡面滿滿都是電腦 而且這些電腦 基本上沒有軟體在裡面 沒有軟體在裡面 全部都是硬體 而且這些硬體可能就是要插線 不是一大堆的池袋 掛在那邊 來做運作對不對 好那這次我們來看一下 早期的系統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由人工操作 來安排工作順序的 所以說這個時候你看 早期的電腦系統就是 我的老師的那一屆 他們那個時代 他們怎麼寫程式呢 他們寫程式的方法 可能你們完全都不敢想像 他們寫一個程式 一個程式寫完 到程式執行出來 可能要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來我介紹一下 他們大概是怎麼寫程式 他們是屬於批次處理的做法 OK 當你今天把你這個程式 寫在你們的那個磁卡 這個卡片上面之後呢 它是為了 卡片那個程式的原始碼 交到那個電串中心去 那電串中心呢 可能這個禮拜 它是Compile Fullchain的程式 下個禮拜可能C的程式 那再下個禮拜 可能是要Assemble那個 組合語言 每個禮拜 還有不同的工作 所以說這個時候呢 它能夠從四面八方 收集到的這些卡片之後 他們要把這些卡片 去做分類 這一堆是Fultchain的程式 這一堆是C的程式 這一堆是Assemble的程式 好那比如說 我這個禮拜要C C語言 好那這時候 我就把所有C語言的卡片 把他們的收拾口全部拿起來 好這些卡片的話呢 我要把卡片上面的程式碼 把它轉換成磁帶 所以說這個時候 我會有一個讀卡機 它在讀卡機旁邊 掛了一個磁帶 我這個時候就把卡片 一張一張送進去 送進去之後呢 這些卡片上面的原始碼 就會變成電子訊號 記錄在我們的磁帶上面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這個磁帶上面 就有很多我們的原始碼在上面 好馬在上面之後呢 這個時候我們的超級 你就把這個原始碼的磁帶把它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呢 就把它掛在我們的系統主機上面去 那這線索一掛上去之後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要做Compile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Compile那個磁帶 也把它搬出來 把它掛上去 掛上去 掛上去 是這個時候要先把Syscode 跟我們的Compile的執行檔 把它全部 揺到遊戲的記憶體裡面去 那這個才能做Compile的動作 好像把這個Compile的動作 做完之後 你有執行碼 你有目的檔嘛對不對 那這些目的檔呢 你要把它存到一個磁帶裡面去 所以說這個時候 再找一個空白的磁帶 然後再把它掛到鎖上去 再把這些 Object Code把它全部讀出來 那你讀出來之後呢 你執行出來的結果 你要把它秀出來嘛對不對 好啊這個時候呢 你要把那個儲存結果的這個磁帶 把它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呢 接下來我要把它放到Print 旁邊的這個磁帶裡面去 你把它掛上去之後呢 這個時候你才能把你程式的指引結果 透過印表機把這個結果印出來 好 你會不會覺得很累 我光你講就覺得很累 因為你是講這一段我就覺得很討厭 OK 所以說你看喔 這個時候還不包含 你的程式有BUG 你程式有BUG 死了 回去卡片重新打 打完之後 過兩個禮拜你再來 所以說 跟各位講 基本上早期在寫程式是這樣在寫的 那這種寫法的話呢 基本上就有個問題啦 你看看喔 我們這個雖然是大型主機 但是裡面會有一個CPU在裡面嘛 CPU是不是很貴 有吧 CPU很貴嘛 對不對 那你看喔 我這麼多的人為的操作時間在裡面的話 CPU通常都是處於IDOL的情況 CPU每次都在等 你磁帶掛完嗎 那掛完之後 你那個資料載入沒 載入之後才可以去做所謂的compile的動作 而且這compile的動作可能啪一下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呢 又要花一大大量人力去做磁帶的裝線 還有資料的讀取的這些動作 所以說 此時在早期的系統裡面的話呢 我們的CPU經常IDOL 那可是你想想看 一顆CPU貴鬆鬆 可是你的CPU的執行效率居然只有12% 你有88%的時間都是IDOL在那邊 開什麼玩笑 國家還沒有錢 這樣子讓你揮霍啊 對不對 他說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要想辦法去做一個改進 OK 我們就來看一下 早期的系統 基本上所引發的問題就是 CPUIDOL過場 太平了 基本上呢 這個CPUIDOL過場 會造成你user完成job的時間 難以預估 很難預估 OK 好 那這時候就有人針對這個問題去做分析了 對不對 當然啦 第一個原因 一定就是我們剛剛最明顯的就是 人為操作時間過場 好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們所謂人為set up 時間太長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去解決它 從剛剛兩個介紹 我們應該看得出來 就是說 其實人為介入的地方是在哪裡 是不是一系列工作的轉換 好 我要先用人工的方式啊 去把那個載入的瓷片去把它掛上去 之後來做資料載入動作 然後到已經要做compile的時候 我再用兩個單位的方式去把紙袋掛上 然後再把那個compile的原始全部讀進去之後 我常去做compile的動作對不對 我會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用人為的方式來去做處理 好 那這時候我就將這些需要人工介入的這些工作 用系統化的方式把它去做一個處理把它給解決掉 我針對這個問題我的解決方式 我就是用一個所謂的常駐監督程式 Resident Monitor來解決掉人為介入時間過長的這個問題 OK 他要講一下 Resident這個常駐監督程式 所以他主要的那個用途是在什麼地方 我這邊猜給各位 我並沒有把它錄出來 我猜給各位 這個常駐監督程式的話呢 他的設計的目的主要是安排工作執行的順序 安排工作的執行順序 因為我們剛剛有一大堆人為介入的工作 需要做處理 好那這個時候我不要用這個方式來做處理 我用系統的方式 用程式的方式來解決掉這些工作轉換 工作執行順序的問題 好所以說這個時候的話呢 這個常駐監督程式的話呢 他主要目的是在幫你安排這些工作執行順序 既可能少人來做 好那這時候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Resident Monitor裡面 到底含了哪些元件 含了哪些component 然後最後會講一下 這個Resident Monitor這個東西的話呢 在你們的課本 第817頁 就是在第23章裡面 第817頁 因為你們現在沒有課本 所以說他的一些component 我要寫給你 先給你們看 這些常駐監督程式的話呢 有一些東西在裡面 有一些component 我們來了解一下component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工作的排程 這個元件 第二個就是load load 載入器 第三個叫做所謂的直譯器 interpreter 這三個東西在裡面 第一個就是你工作的排程 工作的排程 其實是最核心的 你這麼多工作 他的排列順序是什麼 就靠這個job scheduling來做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是load 資料的載入器 或是我們講程式的載入器 當你今天決定要哪個工作 開始運作的話呢 他就要把這個工作 把它搬到 系統的memory去 做一個載入的動作 OK 好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基本上這些工作的順序 是由誰安排呢 基本上是由一個所謂的 控制卡 控制卡 來做所謂的安排的工作 控制卡的時候 讀到系統裡面去的時候呢 控制卡上面的每一個指令 是由這個interpreter 是由這個直譯器 幫你去做翻譯的 你才知道說 當你今天執行完第一個工作 要把第二個工作載入時 你第二個要載入工作是什麼 這個時候我透過interpreter 去把控制卡上面的這個 工作的安排執行順序 把它給解譯出來之後 我這個才有辦法做嘛 這邊為止 可以接受嗎 這邊來講的話 首先我們 今天已經找出來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人為介入時間過長 造成CPU idle time過長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有人看到 Resident Monitor 去把人為介入過長 這樣的問題給解決掉 結果後來我發現到 我今天系統裡面 有所謂的Resident Monitor之後 我CPU idle time還是很長啊 我之前可能 我CPU idle的比率是88% 那我今天把這Resident Monitor 加到我系統裡面去之後呢 我CPU idle的比率變成78% 只減少了10% 還有78%的比率 CPU是Idle的 那這時候可能又有人在分析原因了 欸 怎麼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認為介入時間過長 這個原因 並不是最大的問題 可能還有其他的問題 好 這時候就有人分析了 欸 有可能就是IO運作速度太慢 好這是第二個原因 所以說有人就分析出第二個原因 欸有可能是我在我的CPU 在執行某個工作的時候 這個工作他必須要做IO的一些相關的操作 IO的運行 然後這個IO的工作的話 速度太慢 比如說我要到硬碟去做資料的讀取 或是到硬表記下面去把結果給列出來 那基本上來講 這些IO裝置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機械的這種裝置 所以他們機械速度一定比CPU來的慢很多 所以說在你今天每一個工作 在實際上做執行的時候 而這個工作他必須要去IO裝置去做資料的讀取時 當你今天這個IO工作還沒做完的時候 你這個job沒有辦法繼續往下勾下去 沒有辦法繼續往下做下去 那這個CPU只能在那邊睡覺 那就很浪費嘛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時候有人就發覺到 欸 因為你的IO速度遠小於CPU速度 那這個時候 好我們針對這個問題我們來做解決 那解決方法就有兩個 這個解決的策略就有兩個 第一個 我就把比較快的設備 介入到CPU的慢速設備之間 我CPU不要看到這個慢速設備 我只要面對這個快速設備就可以了 好這是第一種策略 那第二種策略的話呢 CPU挨抖 我幹嘛拉他I 對不對 我就把CPU把它扎到後 那時候我就讓CPU要一直去執行 其他的亂七八糟的工作 當我有Job 在CPU上面做執行的時候 這個Job需要等待IO運作時 那這個工作你就先滾到旁邊去 去換下一個工作 來去執行 好這就是屬於讓CPU保持Busy的這種情況 那基本上來講我們解決 第二個原因的策略會有這兩個 那我們那個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針對這兩個解題策略 來幫各位去做一個分析